大家好 我是希臘中心時報總編汪恆 我了解到中國共產黨第20次全國代表大會 目前參會的2000多名代表也都選出來了 聽說這些代表是從9600多萬中共黨員中 經過層層篩選推薦出來的 這裡我想請問中心社問答20大欄目幫我解答 這些堪稱四萬里挑一的20大代表都是哪些人 謝謝 萬彭您好 根據日前公布的名單 20大當選代表共有2296名 來自經濟 科技 國防 政法 教育等各個領域 其中既有黨員領導幹部 又有生產和工作第一線的黨員 還有一定數量的女黨員 少數民族黨員 他們從9670多萬名中共黨員中脫穎而出 確實如你所說 是四萬里挑一了 這份名單中有許多為外界所熟知的名字 比如有兩次飛天的英雄航天員王亞平 東京奧運會女子千球冠軍鞏麒嬌 天河超級計算應用研發首席科學家孟祥飛 也有因悲母上大學感動中國的最美教師 劉秀祥以及天路遊遞員葛軍等等 如果為兩千多名代表畫一張群像 他們都有哪些顯著特點 我們特別邀請到了下路研究員 為您解答這個問題 這次當選代表總體上符合中共中央規定的條件 具有較高的思想政治素質 良好的作風品行和較強的意識能力 在各自崗位上做出了明顯成績 是中共黨員中的優秀分子 總體來看 在公佈的二十大代表名單中 生產和工作第一線黨員代表比例得到了保證 女性黨員代表數量增加 少數民族黨員代表比例保持穩定 代表分布廣泛 當選代表來自方方面面 除此之外 我們還可以從年齡 文化程度 入黨時期三個方面 觀察二十大代表的結構組成 本次當選的代表平均年齡為52.2歲 其中45歲以下的434名佔18.9% 佔比接近五分之一 這些代表的文化程度也比較高 當選代表中大專以上學歷的 佔到95.4% 比十九大提高1.2個百分點 在入黨時期方面 當選代表中 有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入黨的 有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入黨的 有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入黨的 有黨的十八大以來入黨的 保證了各個時期入黨的都有代表 正如中共中央組織部負責人所說 這些特點充分表明 我們黨具有堅實的階級基礎和廣泛的群眾基礎 具有新火相傳 生生不息的蓬勃生機和旺盛活力 更值得一提的是 二十大代表還包含了在實施國家重大發展戰略 打好三大攻堅戰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防災救災等 極難險中任務和艱苦環境中表現突出的 優秀共產黨員 據統計 生產和工作第一線黨員代表中 獲得過省軍級以上榮譽稱號的710名 體現了優中選優的特點 讀懂今天的中國 必須讀懂中國共產黨 這兩千多名二十大代表的群像 正是中國共產黨形象的縮影 透過二十大代表們的樣貌 外界或許可以更好地了解中國共產黨 更好地了解中國